編輯部的時間 錄的時間是2020年12月11日 首先這裡有社長雷文旺 大家好 紐西蘭二德台洋 大家好 澳洲真BC 你好我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還有我家產生的,大家好 大家喜歡我們的節目 可以去我們大台邦向編輯部 還可以去二台正向報三台沙冷氣那裡 點讚、分享和訂閱 將這個齊抗疫拼經濟 反攬炒的訊息傳人出去 這一節就想說說一些汽車 又說說,社長你講說 你內地有一個神車 打低了特斯拉 是什麼牌子? 銷量打低了特斯拉 就是上氣五零宏光 Mini EV 就是迷你電動車 哇,非常棒 我看到現在西方傳媒都是趨之若無 為什麼呢? 這一個就是上氣通用和它合作的 所以在美國都是 哇,有人看到這隻很棒 這隻很適合成士使用 因為它是上氣和通用合作的品牌 真的非常棒 因為現在外國就看到 哇,你看看多棒 那輛車只要4162元美金 起跑價 然後呢,旗艦版 可以這樣說 就是頂配 6000元美金都不用 是5607元 哇 現在是美國 一皮都不用? 是啊 美國電動單車都不止這個價 其實我想證明給大家聽 這裡電動單車都不止這個價 很貴的 之前我訂了一架 明爵 那個 EZS 但是我 結果都退了訂 因為它很混亂 它竟然我訂的那個價錢 它現在買得更便宜 整個價錢 我決定不買它 那 所以 還有一件事 你看到 這個好像真正好很多 因為我的問題就是 其實如果我駕長途 我一定不會駕電動車的 其實電動車如果放在我家 其實就是去買菜那些 用途就是 買菜也夠 這個簡直是完美的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你去買菜 最多買兩箱而已 那一個人去買菜 買兩箱 那那個車尾 那個車後座 蓋下了之後 其實可以載到 700幾星的東西 嘩 其實很大價 就是當然你 只能夠坐兩個人 它有後座位的 有後座 但是你蓋下它 才能放到多東西 因為如果你 動起了那個後座 那個車尾箱很小的 不夠了 不夠位 還有後座那個 就是我看到 就是頭枕 就比較低一些的 就是保護不了頭 就是保護不了頸 就是我們這些 比較身材 比較高一些的人 那當然我 如果開的話 我就不會坐後面 還有我後面 一定是拆了後座 還偷輕一輛車的 一定是 只坐兩個人 如果我買一輛這些 的話 那很划算 真的 現在是 全球催之陽霧 就是很羨慕 為什麼內地可以做這麼正的東西出來 而全世界都沒有其他地方可以呢 最厲害的是 它是便宜過電動單車的 才頂刃 坐車好過駕駛單車的 感覺上是安全一點的 你在大城市的話 你根本沒有需要駕駛這麼大的車 就是很多時候 喂 這是殺雞用牛刀 很多時候 譬如你駕駛車 塞住30公里這樣 駕駛法拉里這樣 是很頑固的事情 就是我有朋友駕駛波子的 那他都頂不住了 就是 都賣了 他不是 他不是財政上頂不住 他就是覺得 為什麼我塞車 駕駛波子 你這幫混蛋 就是 駕駛便宜我這麼多的車 大家都塞在那裡 我一點好處都沒有 給我先走嘛 有些人兵人 駕駛波子的 說真的 那他當然沒有了 他現在都賣了 就是誒 廢了 做回大眾算了 那實際情況就是 如果我自己覺得 就是我自己有一輛車可以走長途 就是駕駛遠的時候才駕長途 就是用柴油或者汽油車 那短途 譬如走十幾公里的 那我就駕駛五零就搞定了 是不是 就是如果人人都駕駛 就沒有什麼危險 就是有些人說 那撞擊測試過不了 這個是人為的問題 就是撞擊測試我覺得是 就是 西方社會他做的那些撞擊測試 是沒有錯的 就是我覺得是要 就是撞擊測試有個標準是對的 但是那個問題就是 你弄到這輛車如果 就是小小的車只是在市內用的 你都說要測試到 去走六十公里撞都沒有虧 那我覺得不適合了 因為 你實際撞車的時候 你可能會已經踩停了那輛車了 根本就是那個撞的速度 不會是六十公里的 是吧 那你用這麼高標準來測 那那些車就很貴了 那現在這個 我覺得這個五零宏光 是解決了一大問題 解決了社會一大問題 路面空間不夠 他解決了 因為他的車都不夠三米 很細 但是樣子都挺可愛的 說真的挺有趣的 其實這些方便 就是如果 就是有得出口當然是好 但是當然我覺得 現在不會 因為內地應該都沒有貨 就是我的了解就是 如果要買 要買的話其實現在要等 現在是 是啊 我看到網站都說要預訂 那就大鑊了 就是你要預訂 其實它又做得好過 日本仔十年前的產品 因為日本仔十年前 就是三嶺就出了一部三嶺i 它這架的續航力 是比三嶺i厲害 但是三嶺i二手都貴過它 現在問題就是這樣 就是用了十年的二手 二手的價錢還貴過它新車 就是 其實如果 我覺得如果中國想到方法 就是這樣東西 就是大力生產 跟著全部瘋狂出口的話 其實可以 就是搶佔很大部分的市場 因為你買多一架來做 second car的話 這個簡直是完美的 我覺得佔地方又少 還有又環保 就是全世界都節省到 就是這個能源 就是作為一個環境工程師 這個東西 真是完美的 其實看起來 是 還有我們網上也說 你Smart 都貴這部太多了 是嗎 Smart更小一點 Smart就不是電 它是600cc 是啊 那當然Smart二手 到現在還是貴過這部車 是 大概都14000至15000 我看到有一些 2015年那些 但是 說真的Smart 我有朋友都有 但是 最後還是買了去收場 因為 整都是不便宜的 波箱很容易壞 其實也是 也是死在波箱那裡 它自己還是開車場 自己還是整車 都是沒有 脫手 這樣說 萬一這部車出來了 是對Smart卡都很大打擊 Smart卡好像已經沒有出 如果我們理解 就是 我看到還有一些 有很多人 可能看到舊款 Smart卡不實用 是不是 我有一個朋友 是 我有一個朋友 買過 買完之後 他都覺得Smart卡 覺得Smart卡 穩笨 他買了之後 不久 他告訴我 我老婆戴了肚子 糟糕 浪費了 頂住 浪費了 那當然Smart 也有出 全電動 但是他也都是 不是全世界都有 但是 很多人只是想著去買菜 買一部Smart 但是Smart他用的電量 是這個 五靈雲光 mini EV的一倍 嗯 就是他的用電量 大概是 16個 16度電 每100公里 就16度電 就是kWh 那麼 就高過 這個五靈雲光很多 五靈雲光 mini EV 是用 8度電左右 嗯 其實 是不是 Audi車廠 不是 Benz Benz 就是很多人 我認識 有個朋友 買Smart 就是想著 很可愛 還要Benz 就是出於他Benz 品牌的心態去買 多個真的想 想說用等等 有些就 嗯 但是Smart 4 2 其實真的太小了 我朋友說買菜 老實說 我覺得買菜都很問 天天買菜就可以 但你 你知道其實在外國的話 一般來講一買就買一個 是整期送的 所以他買了第二部 如果你買電動的話 其實都是 我覺得都是五靈這個 宏光優勝一點 就是mini EV 那我是非常 就是覺得這個是非常對的 非常學購 想買一部 是吧 但是上不了路 我看過一些西人的review 就是有一套片 我見過 他那個人都幾高大的 他整個人坐下去 都空間都還不闊 因為他車身就夠高 高大的人坐下去 都不會頂到頭 那麼 在車廂內廊看起來 我這樣想看 憑自己判斷 就覺得是 空間感都幾夠大 只不過是後尾的尾箱 揭開那個蓋 他就略嫌小了一點 但是 這輛車上highway 會不會有難度呢 如果這樣 不會用來上highway的了 不會的 應該不會 最高速是100km 那不會可能 不會用來上highway 就是純粹是CT車來的 沒錯 那沒所謂 你家裏有一部可以上highway 你要上highway 就先駕駛上highway 那你多買一部車放在家裏 最重要是它夠便宜 如果它真的 即使過到來 說一萬多元一部 都可以便宜 我沒有記錯 內地其實這些電車 還是有稅務優惠 沒有記錯的話 但是 兩萬多三萬多元 給到四萬元人民幣 其實真的 挺划算的 是很划算的 是很划算的 這個真的 好過你買一部特斯拉 那樣 當然那錢就貴了 是 第二就是 第二就是 其實它不是真的 很環保 就是它那個問題就是 你始終都逃不到這個 殺雞用牛刀這個問題 就是你去買菜 你不用駕這麼大部車的 就是你始終這個殺雞用牛刀都是浪費了 就是這個 五零雲光其實是解決了一個很大的問題 mini EV就是解決了一個很大的問題 它根本上 去買菜根本就不用用這麼多能源的 你去賽市場 你駕去賽市場 可能是10公里左右 這樣回頭 那整個車賽 拿回來家裏 就搞什麼 根本就不需要駕汽油車的 還有它的續航力是絕對足夠的 就算你買最基本的版本 就是兩萬多元人仔的基本版本 它的續航力都有一百二十公里 其實已經多過三領那部i 其實就 是 性價比比較高一點 Tesla其實 在內地最便宜的Model 3都要25萬 我本人就不太喜歡Tesla 我一直都由舊台到現在 我都是一般的Tesla 因為其實它的造工還有 有些東西 言過其實 但是兩個目標的市場 不同 其實你們在說現在 這架五零宏崗 所走的那條路 是把它變成一個 普通用家都可以用到的目光 大眾眼光 但是Tesla一走出來 就給你中產優越感那種 身份象徵 所以一個是走大眾路線 一個是走高價路線 是完全不同的 對的 對的 接地氣一點 其實就是這樣說 這個五零宏崗 就接地氣一點 價錢 但是Tesla 如果 我都經常說 如果用同一價錢 我不會買Tesla 當然內地還有很多不同的電池車廠 小鵬聽聞都好像挺好的 OK的 其實內地的電動車 現在是差出口 如果一出口 應該可以打倒特斯拉 我覺得 尤其是有一部可以換電的 我都不記得了 可以叫什麼名字 不過 它可以換電這件事 我覺得是 是解決到 這個充電的問題 換電當然比充電快 換電的 拍車進去 然後馬上換了 出來再開過 這個換電這個功能 好像只有它有 我都不記得了它叫什麼牌子 不過那一部是 這個是好東西來的 就是這個功能 其它都沒有這個換電功能 只有它有的 嘩 這麼厲害 我記得以前戴M講過 換了一些電池就可以了 結果它最看不起的 內地品牌居然做到 是啊 是啊 NEO衛來 它是可以免費換電的 就是你ES8和ES9 不是ES6 Sorry不是ES9 講錯了 就是ES8和ES6 首任車主 它可以終身免費換電的 我想搞清楚 換電的意思 是 自己家用換電 就是 你是走去 終身免費換電 要去車房 都是要去車房 還沒說到 要去車房 是啊 我是想搞清楚 不過都很厲害了 因為你換電的話 是啊 但是我這邊 我這邊曾經試過 有個 報紙都賣了 有個人買了一輛 這輛電車 結果他說 用了四年 他想換 四五年左右 他想換電 結果換電價 比他的車價 比他的車價 哇 他喵喵喵 沒有辦法 因為在這麼冷的地方 電池是很容易壞的 在加拿大這麼冷的地方 用電燈的 那個電池 始終都是有一個問題 其實 要解決這個問題 你說容易又可以 你說難又可以 就是那個電池 你要保持到 它一個正常的使用溫度 大概是20度左右 就是不要超過這個20至25度 就是安全溫度 長期保持這個溫度 就沒有問題的 就是講攝氏 但是當然很難 這個做法 絕對不容易 你怎麼可能 在冰天雪地那裡 保持到20度 有些車廠是有辦法的 有些車廠是絕無辦法的 就是其實 日產那個離譜 它最大的問題 都是在這裏 那個電池那個衰減 實在太快 是不行的 你不要說加拿大塔斯曼尼亞 都不行 太冷 我覺得宏光有個好處就是 它這麼便宜 就算電壞了 都整個車買個新 就算了 如果內地的工廠 是可以大量生產這些東西 又可以出口的話 就是 講得好 其實它是要 我可以很肯定地說 它肯定過不了外國的撞擊測試 它肯定過不了 但是 它只要將那個車速限制了在 70公里這樣才算 舉個例子 那你就可以說 我這輛不是上公路的 那 就行了速 那就 可以 就是不用過你的撞擊測試 那就可以 賣 作為城市用車 就是好像 在美國有些人 改裝了一些 哥爾夫球車 它就在街上行的可以 改裝了之後都可以在街上行 因為它的車速不會超過 不知30米還是怎樣 那就是向那個市場入手 那就可以了 立刻 我可以很肯定 如果你在美國賣這些東西 肯定是很快很多人買的 它根本不會理你去哪裡做 嗯 還有它當作是一個 肯定的東西 請我買一部手機 都兩千元 買一部蘋果手機 都 是不是 四千元買一部車 是不是 所以這個 潛力 我覺得這個潛力 是很大的 就是這個五零宏光 通用 通用當然它也有辦法 跟美國政府 Lobby一下 喂 我們有這隻東西 這隻東西可以幫美國 省很多能源 可以 可以讓我們在那裡賣 就是我覺得這個是 出口一定是 重大的成功 如果搞得到的話 所以我非常支持 是 不過都是說一句 現在的中美的關係 如果給你 GM這輛車 過去這個美國的話 可能會有很多政治問題 哈哈 你又在中國開廠 你算怎樣 這件事 但是現實就是 美國三大車廠 只有在中國的營運才有錢賺 它在全世界都是沒有錢賺 是的 這個的確是 美國的三大車廠 福特 通用 還有加斯拿 其實全部都是靠 中國食股 中國市場 嗯 甚至是德國的Volkswagen 在今年都是要靠 中國的市場 才轉虧為盈 其實都很嚴重 哈哈 喂 全世界都靠中國食股的 現在你沒有辦法的 這個是現實來的 只是有一幫香港的傻子 他們完全不理解這件事 你要食股就要靠中國 沒有辦法 寧願去買食股 是嗎 哈哈 是啊 大把人很羨慕香港人身處的位置 就是因為你說你這麼近內地 近水流台才得瘀 是不是 怎麼用亂搞呢 是不是 不是的 是要搞到社會亂了才收期 那好了 這一節時間好像差不多了吧 是 那回來叫我講講其他話題 下次再講其他議題吧 好 就這樣拜拜 拜拜 拜拜